第2434章无名客栈缺越 斗战场的星空碎片 缺越先行入场 陆夜景随其后 彼此距离是很远的 远至只能遥遥看到对方存在的程度 而随着陆夜的现身 所有观战席上修饰的斗战令 都收到了来自斗战场方面传递的信息 其中包括了此次参与斗战的两位修饰的基础情报 然后便是押注的赔率 所有押注 都可以在斗战令中进行 带至结果出来再清算赔付 只从赔率的不断变化 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绝大多数修饰都压住在缺越身上 毕竟明面上的实力对比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如果说这是一场生斗 或许还会有一些变数 但这是死斗 跨越三个小层次杀敌 为时少见 相仿中 袁熙越看陆夜越是觉得熟悉 本就只是维勋的九一也猛然醒了 然后他取出自己的音符 往外传了一道讯息出去 连微微一笑道 我劝你压那个吴明克 袁熙转头 眨眼望着他 你看出什么了 连摇头道 秦老狗一直标榜自己已诚信待人 所以不会对外透露吴明克的任何情报的 只不过他那个性子无力不起早 很难让人相信 他会提前三个月运作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死斗 袁熙了然 所以秦场主其实是看好那个吴明克的 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呢 又或者他本身想要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是一场正常的荣道六众与九重的对决 李介太枯燥了 他找葛乐子也未尝不可 李说了等于没说 袁熙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他又查探了一下音符 没有任何回应 顿时有了决定 取出斗战令 将自己为数不多的盗鱼全压在吴明克身上 如果这个吴明克真是自己想的那个人的话 那这一战必胜 毕竟他可是亲眼见过吴明克以弱胜强 以少敌多的雄资 压谁了 连问道 不是你建议压吴明克吗 袁熙恶然地望着他 玄机反应过来 你不会没压吧 我还在考虑 连婆有些举棋不定的样子 袁熙怂恿他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还犹豫什么 你看看吴明克的赔率 若是不放心的话 少压一些变成了 反正你富有 这点损失承受得起 说到最后 他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 明显还在为自己的好友不愿借钱给自己而懊恼 行 听你的 连无奈点头 开始了 袁熙说话间 转头便朝斗战场望去 星空碎片中 两道身影正在迅速朝彼此接近 缺越的模样 陆叶之前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虽然没有见过真人 但此刻看来 与外面所见到的并无区别 只是表情上更显狠利 反倒是缺越 直到此刻方才知道 与自己对战的居然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家伙 凤凰涅槃之后 陆叶的容貌就变得比以前年轻很多 这些年虽有变化 但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稚嫩的错觉 缺越心中是恼火的 因为他算是斗战场培养起来的修饰 在死斗场中多少有点名声 却被安排给一个容道六众作为对手 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 因为这样的对手 就算赢了 也没什么意义 但斗战场的安排他根本拒绝不得 甚至说 为了此次斗战 功貌还特意给他配备了一件鼠宝 更花费巨大精力财力 让他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 将属宝蕴养至55道的程度 如今的他 只觉自己强得不可思议 并是与容道巅峰为敌也丝毫不逊 又岂会在意一个区区六众 所以他决定赶紧结束这场闹剧 智力欲发尽了 对手脸上的表情 他也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种淡漠和平静 魂眉剑将自己放在眼中的平静 本只是憋在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削月抬手 倒立涌动之下 一道池影便从亮天尺上晃出 直朝陆叶那边袭去 袭落过程中 那池影不断膨胀 好似要遮天壁地 沿途所过 诸多陨石纷纷破碎 若是正常情况下的斗战 陆叶根本不会理会这道池影 身为兵修 贴身杀敌才是王道 但这一次斗战 他是带着自己的目的的 所以他得让自己的对手 其次地认识到一件事 自己很强 不是他可以随便揉捏的软柿子 想要杀自己 最好拿出全部的本事 所以几乎是在雀跃出手的一瞬间 陆叶同时把刀 轻轻一挥肩 一记刀芒斩出 迎向池影 不同于池影的不断膨胀 刀芒在前行的过程中反而在不断缩小 迅速化作一点光芒 可就是这一点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光芒 与巨大池影碰撞之后 却是池影先行溃散 那一点光芒继续朝雀跃飞去 擦着他的身子掠进了虚空深处 不知飞出多远距离 却跃扬眉 脸上的怒火迅速平复 虽只是隔空一级交锋 但只从结果上来看 他便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这次这个对手 不能以常理度之 他终于收敛起了自己的情绪 真正拿出应对强敌的姿态 而随着这一级隔空的碰撞 所有修饰的斗战令中 斗战双方的赔率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斗战的过程中 修饰们也是可以继续压住的 最后输赢的赔率 便以当时压住时的赔率来计算 原本只从压住的结果来看 陆叶的获胜几率是很小很小的 基本没人看好他 只有少数一些走偏门的压在他身上 但眼下压在他身上的 却是陡然变多了许多 果然相反中 袁熙露出了然神色 他原本还不太确定 这个吴明克到底是不是陆叶 可自从陆叶出刀之后 他便确定了这件事 这位吴明克 就是自己的那位护城大兜童 因为那把漆黑的长刀 他认得 怎么了 连转头看向他 袁熙道 连姐姐 若是姓我 都嘟压一些在吴明克身上 李认识 连有些诧异 袁熙神秘一笑 不知可否 其实不用袁熙提醒 就在刚才 连已经追加自己的筑马了 因为他始终觉得 勤老狗运作这场斗战 不光光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第2435章就是这样 星空碎片中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碰撞爆发了 十万修士关注下 陆叶与缺月刀尺相交 各自倒立迸发 因为差不多能估摸出缺月的实力 所以陆叶此番动用的实力 在280到左右的样子 这无疑是略超出缺月的力量 所以数以交锋 缺月就感觉到了不对 感受着从对方长刀中传递过来的道立 他的神色更显凝重 他从未见过实力这么强大的荣道六众 本能地看了一眼陆叶手中的盘山刀 他显然误以为这也是一件鼠宝 而且是运养程度极高的鼠宝 否则没道理一个六众能在实力上与自己抗衡 一瞬间的僵持 紧接着便是眼花缭乱的攻杀 缺月能在死斗场中打出名声 依靠的当然不单单只是自身的实力 他的斗战经验也极为丰富 技巧方面更是出神入化 他最大的战绩 便是曾经以弱胜强 斩杀过一个荣道巅峰 这才是他名声的最大来源 所以他很自信 看起来如此稚嫩的一个家伙 在斗战技巧方面绝对不可能比得上自己 就算对方的真实年纪不是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年轻 可他的修行生涯绝对更长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一番拼杀下来 对手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上都做得无懈可及 这无意说明在斗战经验和技巧上 对手竟丝毫不逊于自己 不对啊陆叶 战况激烈 聊的声音却忽然传入陆叶耳中 不太对 怎么了 陆叶一边应付着缺月的狂攻 一边传音询问 反倒是将缺月搞得疑神疑鬼 观战席上那些修士只能看到两人生死搏杀的场景 却是感受不到太多的 但陆叶这般神念传音 缺月岂能感知不到 他一时不知陆叶到底在给谁传音 又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扰乱自己的心神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就一笑大方了 反正不太对 这样好像不行 聊回到感受不到突破的契机 陆叶心头一沉 尽管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可当现实降临的时候 还是有些失落 聊明明是因为感受到突破的契机 才被惊动苏醒的 而契机绝对就是在鼠宝身上 这样与人生死搏杀的方法也是他想出来的 可如果连这样都不行的话 陆叶当真不知该如何做了 没有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差了点什么 是啊 差了点什么 聊若是有嘴巴的话 陆叶真想找针线给他奉起来 骚然一刀斩出 烦躁之下 这一刀一时没控制好自身的力量 竟直接将缺越脊劈飞了出去 缺越刹时间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的惊异不定 每个修饰都有自己隐藏的手段或者杀手锏 他当然不觉得陆叶会如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真要是简单 就不可能在六重修为有这样的实力 所以他断定路也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的 一直在防备这一刻 却不想这一刀来得如此突然又古怪 方才那一下 对方爆发出来的力量 差不多有三百多道吧 缺越心头七七 他也有类似的能瞬间爆发更强力量的秘术 但那是用来生死搏杀的 不到关键时刻绝不会动用 一旦动用 后遗症巨大 可观对面那个无名客 仿佛只是随手一刀 哪有什么后遗症的样子 而如此情形 更是让观战席中的修士们一阵喧哗 在经过斗战场三月时间的宣传 还能拿到入场观战资格的 最差也是戎道中的佼佼者 其中更是有不少河道 原本那些河道对这样的斗战是没太大兴趣的 但这一下变故却让他们提起不少兴致 毕竟之前斗战的双方虽然打得眼花缭乱 但好歹也算是势均力敌 可那一瞬却是强弱分明 而且强的还是修为更低的那个 星空碎片中 雀跃迅速拉开了与陆叶的距离 他不知道无名客是不是动用了什么秘术 但这种关头他当然是要小心为上 三百道的力量 可不是他如今能够抗衡的 而在斩出那一刀之后 陆叶心中忽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聊之前推测想晋升突破的话 就必须由陆叶这个主人来异常与敌人间的生死搏杀 而他方才又说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如此来看大方向上应该是没错的 只是一些细节上自己可能没做到位 既如此陆叶一提手中长刀 迅速朝缺越扑杀过去 吃过方才的亏 缺越哪还敢随意与陆叶近身 他挥动两天时 一道道持影朝陆叶轰去 然后很快便发现 陆叶应接的近婆有些狼狈的样子 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因为就方才陆叶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看 他不应该表现得如此差劲才对 他立刻反应过来 这极有可能是对方动用秘术的后遗症开始爆发了 当然 这也可能是对方在示弱 但不管是不是 试探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眼见陆叶想要近身 他偏偏一直保持着与陆叶的距离 一道道持影轰击而出 与璀璨刀忙碰撞 如果说方才的战斗贴身搏杀的眼花缭乱 那么这一刻便是中短距离的极限拉扯 陆叶落入了下风 他已将自身实力压制到了240道的程度 这样的实力 是要稍训缺越的 如此纠缠自然占不到什么便宜 追逃半赏 缺越终于确定了一件事 对手的实力确实衰弱了 应该就是秘术后遗症的原因 虽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消磨敌人的倒立 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但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这样的斗战方式是最不可取的 因为消耗太大 缺越只是戎道九重而已 哪有那么多倒立可以挥霍 斗战至此 他一身倒立已去两成 固然还有更多倒立 但他自然不愿将倒立浪费在这种场合 一念间 缺越忽然调转身形 再次朝路夜迎上 这一瞬的转变 让观战席上的所有修士都意识到一件事 场中两位在试探结束之后 怕是很快要分生死了 到底是神秘的无名客能活到最后 还是小有名气的缺越能赢的胜利 这才是他们期待的事情 毕竟几乎每个观战的修士都压了住 两道身影再次碰撞在一处 缺越手中亮天持裹鞋重重持影 重重砸落下来 路夜抬刀迎上 碰撞的刹那 他只觉手臂一沉 身形更是一阵 在将修为压制到这个程度后 确实有些不是缺越的对手 尤其对方手上持着的还是鼠宝 意识到路夜此刻的脆弱 缺越不禁眉头一扬 攻势愈发灵力了 他却没有发现 路夜低沉的眼眸中忽然闪出一丝亮光 指音就在方才那一刹那 聊兴奋的声音忽然传来 对了 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我终于知道了 在听到聊的声音之后 路夜就明白 自己之前的想法是对的 既要生死搏杀 那当然的是军力敌才行 最初路夜保险起见 是动用了280道力量 对阵缺越 这固然保险了 却不符合聊要晋升的要求 因为即便是这样的实力 也是超出缺越的 路夜本身不会有任何危机感 直到他将实力再度压制 战斗忽然变得白热化 在观战席的修士们看来 无论缺越还是路夜 此刻都爆发出了自己最凶狠 最强大的一面 比起之前的激烈交锋 眼下的场景才是真正的生死搏杀 鲜血飞溅 只短短几席的碰撞 彼此双方竟都负伤 砍他尺子 聊又在路夜脑海中择呼起来 路夜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但也只能配合 所以在祸患了一些伤势之后 缺越便发现自己这个对手脑子 有点抽了 对方的攻势并没有朝自己身上招呼 而是盯着自己手中的亮天尺 竟最大可能第一次次 将亮天尺的进攻挡了下来 我吃到了 呜 真美味啊 聊神神叨叨的 路夜也不知道他到底吃到什么了 但说话的声音确实有些含糊不清 好像真的在吃什么东西一样 身形纵略藤魔 刀光持影肆略 在观战的修士来看 这勉强算是一场精彩的战斗 但如果撇除斗战双方实力差距的原因 只从眼下来看 是绝对不值得斗战场提前三月运作宣传 而且就眼下的结果来看 似乎也是修为弱小的那个落了下风 因为他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 反导是缺越 气势越来越胜 随着场中局势的变化 斗战场外赔率也在不断地调整中 那相防内 脸忽然转头看向袁熙 你在紧张什么 我有吗 袁熙恶然 连磨了磨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吴鸣克 袁熙皱眉 片刻后实话实说 我一开始以为是我认识的那个 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 自己的护城大兜桶 想要解决一个戎道九重 绝不可能这么费劲才对 在刘光城外 前前后后死在他手上的戎道 可是高达三十多位 其中不乏戎道巅峰 所以如果真的是他 想杀一个戎道九重的话 怕不是几刀就能解决了 第2436章破碎数宝 如果说是敌已弱 好像也没这个必要 这般争锋将自己搞得伤痕累累 而且道力消耗巨大 明显不划算 所以袁熙觉得 场中争斗的吴鸣克 好像不是自己的护城大兜桶 然后他的脸色就是一垮 因为他将所有的身家都压在了吴鸣克身上 这要不是陆叶的话 那岂不是会打水漂 一时不免紧张 暗暗祈祷那吴鸣克最好 还有别的反败为胜的手段 否则这般持续下去 早晚是个死 连若有所思看了他一阵 这才收回目光 虽说他也在吴鸣克身上压了不少 对比而言比袁熙要多得多 但这点损失他还是能承受得起的 星空碎片中 大战尤罕 一次次正面的碰撞 无论是陆叶还是缺跃都打出了真火 各自谋中杀机迸发 对陆叶而言 他很久没有尝试过这样艰苦的战斗了 诚然 这是他压制自身实力带来的结果 但那种生死一线间的感觉 却是做不了假的 因为这一次是要助疗噤声 所以即便遇到再危险的情况 他也不可能去解封提升自己的实力 如此一来 缺跃就难受了 实力上 陆叶此刻确实稍逊他一筹 但他想要解决陆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倒立消耗已至四成 哪怕是当年与纳卫荣到巅峰搏杀 他也没感觉有这么艰难过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他隐隐感觉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这种不对劲并非来自自身 修为到了他这个程度 对自身的掌控已至巅峰 有任何不妥他都能察觉到 不对劲的地方来自于手中的鼠宝亮天齿 自对手实力衰弱与他搏杀之后 这种感觉就有了 亮天齿是斗战场配备给他的 他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事降临到自己头上 而且斗战场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财力 来配合他酝养这件鼠宝 所以这三个月他是一刻也不敢松懈 鼠宝确实是鼠宝没错 斗战场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欺骗他 可这件鼠宝此刻却给他传递出一些异样的感觉 没功夫查探 就只能先解决自己的对手 再细细琢磨此事 一念间 缺越已有决断 紧接着陆叶就忽然生出巨大的危机感 面前原本实力只是比他强出一筹的缺越 在这一瞬间仿佛化身成了一只猛兽 骤然对着自己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红色的阴晕暴开始 缺越整个人就像是一只主手的瞎子 两天尺上竟骤然爆发出璀璨光芒 轰然朝露叶杂落过来 这一集之下 石影重重 肉眼可见的道力流转 虚空破碎 打怕还没有直接接触 陆叶也能感受到这一集的强大 对比缺越之前的攻势 这一集最起码有超过30道力量的爆发 对于缺越这样的荣道九重而言 30道力量的爆发无疑是很可观的 往往能一举绝出生死 这无疑是缺越的杀手锏秘术了 陆叶第一反应是比开 因为他此刻实力本身就烧迅一筹缺越一筹 在这样的爆发下 他决然是挡不住这一集的 到时候受伤是小事 若是影响接下来的战斗那就麻烦了 可就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 耳畔边忽然传来聊生死历劫的呐喊声 砍他 本要被让的身形猛然顿住 这刹那间 他没有任何犹豫 选择顺应聊的意志形式 长刀迎向轰落而至的亮天使 240道力量轻醋爆发出来 观战席上 诸多修士忍不住一声惊呼 格格都瞪大了双眼 所有人都意识到 决生死的时候到了 而他们方才明显感觉到 陆夜有避让的痕迹 却不知为何最后关头居然选择了迎击 谁也不知道这个吴明克在那一瞬间 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但任谁都能看出 缺越此刻是一种秘书加持爆发的状态 吴明克 大概率尾了 几乎所有修士心中都蹦出这样的念头 刀齿碰撞 缺越谋中满是狠力和森冷杀机 他知道对手会如之前那样挡下这一击 但在绝对的力量优势面前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一瞬间的僵尸 却越便感觉前方阻势变得衰弱 这无疑是对手在力量的对拼中落入绝对下风的迹象 结束了 他心中这么想着 给我碎 聊的呐喊又一次在陆夜耳边响起 仿若言出法随 当聊话音响起的同时 陆夜清楚地听到一阵破碎的声音 玄吉纳鼠宝亮天齿便在他眼皮子底下变得支离破碎 哪怕是陆夜这个始作俑者也不禁露出惊恶神色 更不要说缺越了 他原本在占据优势的前提下 准备一股作窃拿下自己这个对手 谁曾想在这样的关键时候 自己手中鼠宝居然爆碎了 他难以置信 可事实就是如此 斗战场 误我 视野陷入黑暗前的最后一刻 缺越心中这么想着 怪不得之前就感觉自己手中的鼠宝有些不太对劲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鼠宝 否则怎么可能破碎 陆夜手中长刀破碎了亮天齿 没有半点阻扰 直接将缺越的头颅切成两半 温热的鲜血喷溅在脸上 却无人看到他此刻的争吟面貌 直到这一瞬间 陆夜依然不敢相信 鼠宝居然破碎了 鼠宝怎么会破碎呢 在陆夜的认知中 这宝是一种神奇力量的具现 这种力量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规则 所以每一件质宝都有自己独特的威能 而鼠宝既是质宝孕育出来的 那么就是这种奇特力量延伸 所以理论上来说 鼠宝是不会破碎的 可就在刚才 他用盘扇刀斩碎了一件鼠宝 他一时间竟忍不住与临死前的缺越 生出同一个想法 都战场该不会给缺越提供了一件架鼠宝吧 而就在他发愣时 相仿中 心情大起大落的袁熙忽然忍不住大笑起来 转头朝着连诗围道 老娘有钱了 再不找你借了 你这个小气的老女人 最开始他觉得吴明克就是陆夜 后来才发现自己好像想错了 而到了这一刻 不管吴明克是不是陆夜 他都已经因此而收获巨大利益了 他是最开始就压住在陆夜身上的 那个时候陆夜获胜的赔率大的惊人 只可惜他本钱太少 否则真的可以做到一夜暴富的程度 那可要恭喜了 连淡淡地笑着 目光却绕有兴致地望着场中的陆夜 不可否认地说 六重胜九重 这个吴明克已经进入了他的视线 甚至说从今日起 他会进入很多人的视线 如果他愿意公开身份的话 必然会有大量河道场来拉拢他 观战席上 有人笑就有人哭 只不过相对而言 笑的人终究是很少的一部分 也都是压住在陆夜身上的那一部分 更多的则是懊恼措施了这次良机 另外一间厢房中 一张宽大的桌面后方 一个青年模样的修饰 原本是被靠在椅子上 双腿翘在桌面上 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观瞧着之前的斗战 但随着斗战结果的出现 这青年却忍不住坐直了身子 争争地盯着陆夜所在的方向 老大 碎了 柱面上 还有一个极其古怪的生灵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章鱼 此刻他挥动自己柔软粉嫩的触手 抱住了自己圆形的脑袋 两只小眼睛中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鼠宝被打碎了 别叫 我看到了 青年随手一弹 便将呱噪的小章鱼弹飞到墙壁上贴着 小章鱼慢慢滑落下来 奋力地挪动身子 吭哧吭哧又爬到了桌子上 依然是那副不可思议的语气 老大 你给缺月提供了一件架鼠宝吗 青年摇头 那两天持我亲自检查过 是鼠宝没错 那它怎么会碎了呢 粉色的小章鱼满眼都是不解 青年不语 只是盯着正在迅速收拾战利品的陆夜 确切地说 是盯着陆夜腰间的盘山刀 忽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冰族啊 原来如此 哦 小章鱼看着滑稽 可跟在青年身边这么多年 自然见多事广 立刻反应过来 你是说这个吴明克的盗兵是冰族 青年点点头 又后之后觉到 怪不得会主动提供一件鼠宝给自己的对手 这是想要自己的冰族晋升 说话间 忽然又察觉到一些疑点 从结果上来看 吴明克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但从过程来看 吴明克好像一直在尝试 因为最开始他的做法并不算正确 后续才慢慢调整的 这么说来的话 吴明克应该是在摸索自己到兵晋升的办法 然后运气很好地成功了 那个老怪物不就是有一件兵族 小章鱼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青年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你若是不想被他轻蒸红烧的话 最好不要这么称呼他 小章鱼善善地削了起来 这不是在老大面前吗 在那老怪物面前他可一点都不敢放肆 从来都是乖乖的 因为若是招惹了那老怪物 他真的可能会如老大所说那样对待自己 第2437章 青年却忽然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是了 那老东西应该会很感兴趣 仿佛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 连忙取出自己的音符 传了一道讯息出去 对一般修饰而言 讯息的传递只能在同一个天地中进行 而且距离不能太远 但对于青年这般地位的强者来说 他若是想的话 即便身在河河界中 也能瞬间将消息传递到某个在里界不知名处的河道城中 星空碎片中 陆叶收拾好自己的战利品 这才施施然离开 重新出现在那个密室的漩涡前 一眼就看到两眼放光的公帽 恭喜陆老弟的圣归来 老弟辛苦了 对比之前 此刻的公帽表现出来的热情洋溢无疑要真诚得多 虽说之前陆叶自身展现出对这一战的强大信心 但公帽与他接触的毕竟不多 战斗结果出来之前自然忐忑 如今陆叶活着归来 作为主管此时的管事 他也会有不小的好处 陆叶一身狼狈 矜持汗手 我的收益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他不清楚这一战斗战场到底收益了多少 但他可以从中获取一成 必然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其实自进入里界以来 陆叶就有一个担忧 以后要怎么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只靠苦修不是不可以 现如今袁西成为列帝籍 他一日苦修有近四百道力 只要能够承受住寂寞 耐得住性子 终有一日可以积攒到能够晋升的程度 但这样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对比他当初借助班兰来晋升 完全没有任何效率可言 斗战场这边无疑让他看到了一条明路 所以他之前才会跟公帽说 这一战只是个开始 这一次合作顺利 他后续还有一些计划可以跟斗战场配合 他准备在斗战场这边捞取足够自己晋升河道的道理 如今大战结束 他当然要关心下自己的收益 公帽客客气气的 哪怕他修为比陆叶更高许多 正要跟老弟商量此事 收益方面的事不是我负责 所以需要老弟与那位面谈 陆叶点点头 没问题 公帽引着陆叶朝一个方向走去 拐了几个弯 这才停在一闪金光灿灿的大门前 抬手轻敲 等待片刻 房门自动打开 公帽低垂着头颅往里走 陆叶迈不跟上 走入其中 陆叶转头看了一圈 房间不大 与外面奢华的大门不同的是 内里的装饰镜简约至极 只有一周一矣 桌子上站着一个粉色的小章鱼 黑豆般的眼睛望着陆叶 满是好奇的神色 椅子上坐着一个青年 生得倒是阴尾不凡 只不过一副屌儿郎当的样子 他双手交叉放在腹上 双腿交叠放在桌子上 就这么半躺着 公帽将陆叶引进来 微微躬身一礼 便退至一旁了 陆叶眨眨眼 立刻有所议会 面前这位 身份不简单 方才公帽只是说 有别的人跟他商量收益的事情 但只看此刻 公帽对这个青年的态度 就可以瞧出来 对方的身份地位 明显要比公帽高得多 公帽已是管事级别 还是和道修士 青年的身份比他还要高得多 那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刺目相对 陆叶不知该怎么称呼人家 索性保持坚默 青年却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人足陆叶 荣道六重 却能跃三个小层次跃弱胜强 灭杀九重 当真了得 刚才的斗战我看了 很精彩 也很难得 谬赞 陆叶神色平静 怎么称呼 秦峰 青年咧嘴一笑 慢慢坐直了身子 这斗战场是我的 陆叶幽暗的谋底闪过一丝惊恶 他猜到这个秦峰在斗战场的身份地位会很高 但却没想到 面前这位居然就是斗战场之主 吃礼了 见过秦厂主 陆叶连忙行礼 秦峰微笑白手 无妨 喊你来没别的事 就是跟你算个账而已 出话间 秦峰手上忽然出现一枚欲解 方才一战所有收益的详细明目都在这里面 你要不要看看 陆叶摇头道 秦厂主只需告诉我我能得到多少就好 这个东西就不必看了 不是他故作大方 也不是真的就信任斗战场 只是若是一方与强势一方相处时 许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这预见中的明目到底有没有隐藏或者修改他无从判断 所以看与不看根本没有区别 行 那就说结果 这一战你可以得到的收益是这个簇 秦峰报了个数字 陆叶眉头一扬 微微动容 他知道收益不会少 却不想居然能有这么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短时间内禁声容到七重绝对是没问题的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 秦峰忽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秦厂主这是何意 陆叶皱眉 秦峰不急不徐 因为这一战斗战场方面也帮了你一个大忙 还有后续的一些首尾要处理 所以都战场需要扣除一部分收益 陆叶面无表情 要扣除多少 秦峰又躺到椅子上 还是那副屌儿郎当的样子 笑得意味深长 扣一半 陆叶不语 简单的接触 他已感受到秦峰性格上的恶劣 如果最开始秦峰只给他那一半的收益 他并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秦峰却在告知他全部收益之后扣除一半 陆叶就感觉有人在自己身上割了几斤肉一样 这无疑是秦峰故意的 也是他想看到的反应 可以 陆叶不想跟他废话 甚至说这斗战场以后也不打算再接触了 所谓的诚信 不过就是个笑话而已 终究是拳头不如人 在人家的地盘上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这下轮到秦峰略有些吃惊了 他可没想到陆叶的反应这么平淡 理不问问原因 秦峰望着他 不想知道 陆叶摇头 什么狗屁原因 逗战场想找的话 随便能找几十条出来 秦峰微笑 虽然你不想知道 但我还是的说 逗战场打开大门做生意 素来以诚信为本 既要扣你一半收益 那自然要让你知道为什么 同时也要让你知道这些损失是值得的 这不就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方 陆叶心中有些不耐烦 秦峰却不管他 物字说着 方才说了 都战场方面帮了你一个大忙 所以扣除的收益就当是你的谢礼了 陆叶实在没忍住 倒是想请教 什么忙价值这么大 秦峰咧嘴笑了起来 关于你的道兵 哦 不对 关于你身上那件兵族 你觉值不值 陆叶原本只是垂着眼帘 这一瞬忽然抬头 目光如电 却见秦峰一脸无所谓笑 咪咪地望着自己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兵族虽然稀少 但不代表没人见过 他忽然起身站起 背负双手一步过来到陆叶身上 抬手一探 陆叶完全没反应过来 就只听一声争鸣刀音响起 盘扇刀已经出窍 被秦峰抓在了手上 哦 已经开始噤声了 秦峰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陆叶歪头看着他 一身倒立才刚刚开始涌动 秦峰又随手将盘扇刀插回了刀鞘中 转身离开 一身云淡风轻 仿佛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斗战开始之前 斗战场方面隐藏了 缺越手持鼠宝的信息 所以现如今那一战结束之后 才没有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波 如果让人知道 你有破碎鼠宝的能力和手段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柱子后面 秦峰笑盈盈地望着陆叶 陆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他会进入很多强者的视线 那些强者会不择手段来打探他的信息和情报 要弄明白他破碎鼠宝的秘密 如今的他虽然也进入了一部分强者的视线 但那只是单纯地对他实力上的欣赏 与能破碎鼠宝的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 隐藏缺越手持鼠宝的信息不是陆叶主动提的 在斗战开始之前 公帽跟他打过招呼 他并没有什么意见 但这种隐藏的出发点 明显是斗战场方面为了更好地运作这场战斗 谁也没想到 陆叶居然将量天池给打碎了 陆叶本身也未预料到这个结果 对他跟辽来说 这一场战斗是导兵仅升的尝试 过程如何 是否顺利 结果如何 谁也不知道 不过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斗战场确实无心插柳了 隐藏缺越手持鼠宝的情报导师给陆叶省了不少麻烦和关注 只从这一点来说 陆叶确实该感谢斗战场 扣除一半收益导也不是不能接受 方才说了斗战场方面帮了你 你需要感谢 还有一点 后续有一些首尾需要处理 陆叶道 什么首尾 秦峰漫步惊心道 当然是要解决后患啦 缺越有鼠宝的消息 虽然知情人不多 但总有那么及格的 这些都是斗战场花费巨大精力财力培养出来的精锐人才 死掉任何一个都是斗战场的巨大损失 这个损失只有你来弥补 一直安静地滴垂着头颅站在一旁的功帽忽然觉得好热 一头汗水直往下流 又不敢擦 难受死了 第2438章条件 陆叶眉在意功帽 她只是第一时间想到了那个璀璨 彼此其实没有交情 总共也就见过两次而已 但在第一次踏足斗战场的时候 璀璨确实对她展露出了一些好意 帮了一些忙 尽管那些对陆叶来说无关紧要 可一个对自己展露好意 没有做错事的人却要被自己连累 艳成需要解决的后患 陆叶中就有些不忍的 非要这么做 她皱眉问道 秦峰不解 你有什么意见 她只是要处理自己挥下几个无族轻重的下人 怎么这个陆叶一副很在意的样子 她可不相信面前这个人族心性会如此纯良 真这么纯良的话 也走不到这一步 更不可能进入斗战场 没有 陆叶徐徐摇头 秦峰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忽然一笑 陆叶加入斗战场吧 我以斗战场之主的身份诚意邀请你 如果你愿意加入 那么之前说好的收益不会有任何扣除 我有河道城了 陆叶淡淡回道 秦峰摇头道 不冲突 河道城是河道城 斗战场是斗战场 两者是永远不会有正面冲突的 如果你是这方面的顾虑 那大可不必 如果你愿意加入斗战场 我会倾尽全力将你打造成河和界最耀眼的那颗星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都有 没兴趣 陆叶摇头 他之前对斗战场还有一些期待和兴趣 但经此一出 什么兴趣都没了 真的一点都不考虑 哪怕失去那一半收益 秦厂主要用强吗 那不会 秦峰一笑 既不愿 那就不用多说了 陆叶点点头 抱拳告辞 转身离开 他不知道秦峰有多强 但身为斗战场之主 极有可能是一位河道巅峰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不想直面这样一位强者的 对了 这个拿走 算是我个人送你的一份小礼物 秦峰的声音传出 陆叶转头 却见他徐徐从桌子上推过来一枚玉剪 笑得意味深长 他不知道那玉剪中记录了什么信息 但无功不受录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 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位强者 有些东西好拿 但是烫手 刺事瞧出了陆叶心中所想 秦峰只是屈指一谈 玉剪便朝陆叶飞了过来 没什么别的意思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陆叶抬手将那玉剪抓住 略意催动神念查探 漠然间神情动容 这玉剪中记录的 赫然是冰族的晋升之法 其中详细记录了冰族 如何从普通道冰晋升至属宝层面的细节 与他之前在跟缺越斗战时 做的抉择基本没有区别 后续也有一些记录 但明显被人为地抹去了不少痕迹 所以陆叶根本看不懂 只在最后他看到了冰族晋升至宝的简单记载 至宝 冰族果然能晋升至至宝 之前陆叶就有这种猜想了 只是没办法证实 毕竟聊连蜀宝都算不上 可仔细想来 冰族是一个种族 是一种生灵 他们无血无肉 但却可以跟随主人修行突破 所以蜀宝层面根本不是冰族的终点 秦峰的小礼物 可谓是直及陆叶的七寸 至于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详细的情报 秦峰之前既然能一眼认出辽氏兵族 那就说明他以前见过 而且见到的兵族极有可能是至宝层面的 站在原地两久 陆叶这才转过 重新回到秦峰面前 秦峰明显笑得很得意 一副吃定他的架势 让陆叶恨不得冲上去把这家伙的脸打烂 我可以加入斗战场 但是我有要求 秦峰笑了 和和解中从来都是我给别人提要求 旁人跑到我面前来提要求 这还是第一次 凡事总有第一次 秦峰一脸认真地想了下 你说得很有道理 那我就听听你的要求 第一 我加入斗战场 但斗战场不能强行要我去做什么 秦峰道 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 除非斗战场自己培养出来的 对你们这样半途加入的 斗战场不会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 当然 斗战场的要求你们也不能无限置地拒绝 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 你们要斟酌领命 可以 入夜汉手 继续道 第二 我不 会长时间停留在斗战场 也不保证什么时候会再进入合合界 所以斗战场方面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进入合合界的时候通知我 这个你也不用操心 斗战场想联系你的话 随时可以联系 你只要随身带着斗战令就可以了 入夜意外 哪怕我在河道城 秦峰扬眉 只要你在礼界 入夜魂不知斗战场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手段 而且这种联络的手段 应该不止斗战场单方面拥有 可能许多其他的强者或者强大的势力都有这样的手段 第三 我要璀璨活着 秦峰搞不清楚情况 转头看向公帽 璀璨是谁 公帽连忙解释几句 秦峰了然 你确定要这么做 他活着对你来说是的隐患 你们好像没什么交情 无关交情 秦峰摸着下巴沉思 好像对他来说 这个条件比方才那两个还要更难同意的样子 不过最终他还是汉手 反正是你自己的事 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饶他不死又有何妨 不过你要记住 若是有朝一日 你能破碎属宝的消息传出去 那绝非都战场所为 陆叶不理他 继续道 第四 我要完整的情报 他将遇见又重新推回给秦峰 这才是重点 之前的都只不过是附带罢了 秦峰笑了笑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他就知道 陆叶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 可以说没有人能抵挡得住 他算定了陆叶不会就这样离开 出话间 又重新取出了一枚玉减地给陆叶 陆叶结果 不迭地查探起来 这一下里面的情报要详尽多了 整体看完 陆叶心中有了谱 怎么样 这回人是不是觉得加入斗战场是个明知的选择 秦峰笑着问道 陆叶不想承认 但不得不说确实如此 因为聊后续还想要突破晋升的话 还得借助斗战场这边的运作才行 只靠他个人之力 很难做到那些事 当然 在陆叶最初的打算中 他与斗战场后续是还有一些合作的 他之前与公帽说那场战斗只是个开始 并非随口一说 后续的合作早就在他计划中 只不过原先的计划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道鱼 现如今要算上聊的因素了 而且还变成了最主要的因素 赚取道鱼反倒是其次 斗战场有属宝卖马 陆叶问道 秦峰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是个很爱笑的人 气质上其实也很平易近人 这样的人放在外面 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是鼎鼎大名的斗战场之主 你觉得鼠宝这东西会有人卖吗 莫说斗战场 便是整个合合界 你也找不到卖鼠宝的 哪怕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陆叶依然不免有些失望 所以说 自己还得去找鼠宝才行 行了 事情就谈到这里吧 你这次的收益已经发放进你的斗战令了 需要用的话 自己去取出来就行 秦峰下了逐客令 陆叶点点头 告辞离开 房门关上 秦峰不禁露出一抹笑意 转大了 粉色的小章鱼跳到秦峰腿上 秦峰抬手捏着他的脑袋 将他捏成各种形状 马马虎虎吧 只用一个情报换取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下属 而且这个情报的来源还是那格老怪物 等于他什么都没有付出 只是中间过个话而已 那老怪物又想养骨了 秦峰笑得意味深长 这般重要的情报 那老怪物确实一点都不在意地传递了过来 明显是要让自己转交给那格陆叶 告知他以后前行和努力的方向 这样的是 无数年来 老怪物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早晚有一天反噬死他 粉色的小章鱼似乎对那老怪物很有敌意 可这么多年来 他从来都是猎人 就是不知道这次这个 能不能将他变成猎物了 秦峰的眸中盈盈有些期待 陆叶这边出了门 公帽跟了上来 老弟需要支取道玉玛 如果需要的话 我来安排 陆叶取出斗战令查探了一下 唯唯愕然 这数目不对 不是少了 而是多了 因为按秦峰之前的说法 他的收益是要扣除一半的 但眼下这些数目显然是没有被扣除 公帽一点都不意外 笑着解释道 秦老大之前跟你说那些的时候 你还不是自己人 所以他要求的比较苛刻 但如今你既然已经是自己人了 那自然就不一样了 秦老大很好的 老弟以后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 陆叶不至可否 但不可否认的是 秦峰没有扣除自己一半收益 还是让他原本稍有的一些郁节烟消云散 自己人 他着实没想到 自己只是进了两次和和界 居然就这么加入斗战场了 第2439章再见优碟 公兄 还要请教一下 加入斗战场之后 我大概需要做些什么 既然以后还要与斗战场多打交道 陆叶当然不介意与公帽搞好关系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可能需要老弟去参与几场死斗 又或者礼界中某些斗战场的产业 出了问题需要解决 终究都不是什么大事 凭老弟实力都可以应付得来 公帽将陆叶影至之前的密室中 两人一边闲聊一边等待 过不多时 璀璨过来了 恭敬帝将一枚储物借递给陆叶 然后安敬帝站在一旁 今日多谢恭兄了 赶日请你吃酒 陆叶起身 也没去清点那些道遇 秦丰既然愿意归还自己的那一半收益 就没道理在这方面克扣什么 好说好说 我送送老弟 恭敬依脸笑意 或许陆叶自己没察觉到 但作为常年跟随秦丰的人 恭敬岂能看不出 这位陆老弟已经入了秦丰的法眼 如今他修为上帝 待日后修为见高 必能的秦丰重用 如上次一般 依然是璀璨相送 只是让陆叶不解的事 等走出斗战场了 璀璨居然一直跟在他身后 亦步亦趋 陆叶转头回望 你跟着我做什么 璀璨低着头 从今日起 弟子便是主人的人了 谁告诉你的 陆叶惊愕 恭大人说的 陆叶皱了下眉 转身又进了斗战场 再次回到之前那个密室 恭敖没走 见陆叶归来 一脸意外的表情 老弟还有什么事 璀璨怎么回事 他问道 他明明只是让秦丰饶 璀璨不死而已 并没有提旁的什么要求 怎么就变成他的人了 恭敖道 秦老大下的令 老哥我也是奉命行事 他似是瞧出陆叶神色间的不悦 老弟若是不愿身边跟着人的话 直接杀了就行 反正既然送给老弟的 都随老弟怎么处置 你也不用担心会惹上什么麻烦 他是逗战场自己培养起来的 并无别的任何牵扯 陆叶面无表情 逼望着他 他就是不想看到璀璨被自己连累 才开口求的秦 又怎么可能亲自动手杀了 公茂这说的完全就是废话 老弟也不用去找秦老大 他送出去的从来都不会收回的 既说送你了 那就是送你了 陆叶有些烦躁 在与秦丰接触过之后 他其实不是太愿意与斗战场这边 有什么瓜葛了 但因为聊的事 他如今算是加入了斗战场 打上了斗战场的标签 暂时摆脱不得 这也就罢了 可身边如果有一个斗战场出身的人 总让他有些不太舒服 秦丰这是要安排的眼线在自己身边吗 可转念一想 好像又不对 秦丰说只要在里界 他就可以随时联系自己 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眼线 凭他地位 着实没必要督此一举 陆叶忽然搞不懂秦丰到底要做什么了 我要是将他留在和和界呢 陆叶问道 斗战场这边 璀璨大概是回不来了 陆叶不太想带璀璨回和道成 不管秦丰是不是要安插眼线 他总要防备一二 既如此 那就只有将他留在和和界这一条路 公茂一笑 那自然是随老弟心意 只不过斗战场不要的人 在和和界基本是不会有什么活路的 和和界内不是不允许私下争斗 陆叶皱眉 功貌意味深长地道 想不给一个人活路 可不单单只是争斗 陆叶定定地瞧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就走 璀璨还安静地等在外面 只不过神色间明显有些紧张 见陆叶走出来 慌忙瞧了一眼 又赶紧低下头 陆叶只走出很远 才忽然回头跟上 既然秦丰愿意送 那他就收 导师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璀璨盲迈开步伐跟上 神色如是重负 只不过陆叶这边才刚走没几步 便又顿住了身形 璀璨一时不察 差点撞在他背上 一时不解 抬头望去 只见陆叶正歪头 朝一个方向望去 表情怪异 顺着他的目光 璀璨看到那边不远处 一个容貌绝美 身段妖娆的女子 正笑盈盈地望着这边 然后这女子抬起手 很是逾越地朝陆叶打了葛招呼 叶哥哥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片刻后 茶楼内 一间包房中 陆叶静坐着 璀璨就站在他身后 如一个真正的侍女一般 那先前跟陆叶打招呼的女子也在这里 只不过璀璨总感觉两人的关系有些奇怪 如果是老朋友的话 此刻应该对做叙旧才对 可自进了这包房之后 那女子便一屁股坐在陆叶身边 还轻易地挽着他的胳膊 似是恨不得整个人都贴在他身上 偏偏陆叶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不时想要摆脱他的纠缠 可女子就如狗皮膏药 根本摆脱不得 这是感情破裂的道理吗 璀璨心中暗暗想着 又不敢多问 不过她依稀可以感觉到 这个女子有何道修为 叶哥哥 这么多年不见 怎么就不能对我热情点呢 亏得人家一直在礼界等你 想着你终有一天会来的 倒是没想到你居然能来得这么快 而且还参与了斗战场 若不是我熟悉你身体的每一寸 我还真认不出那就是你 我现在这样子好看吧 是按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塑造的 不愧是叶哥哥 哪怕是在礼界中也能活得风生水起 居然连诗女都有了 彼此一顿呱躁 璀璨在一旁听了 愈发确定这两位就是感情破裂的道理了 你要做什么 陆夜皱眉看着旁边的女人 不可否认 她很美 确实是自己心中最完美的形象 但一想她之前那臃肿的肉身 陆夜变什么兴致都没有了 她认识的人 有资格进入礼界的 其实并不算多 她也曾预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在礼界中遇到这些曾经熟悉的人 比如早就河道进入礼界的紫英 比如班兰内那些家主 还有巨人族的一些强者 可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礼界中遇到的第一个表界认识的熟人 居然会是宠母优碟 之前在斗战场外看到优碟站在那边冲塌笑的时候 陆夜几乎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而从优碟如今三言两语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情报来看 显然是优碟观战了自己之前参与的那一场死斗 所以认出了自己 特意在斗战场外等着 正如她所说 在斗战场遮掩的手段下 旁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吴明克的真面目 但优碟与陆夜算是知根知底的 自然轻松辨认了出来 没要做什么 优碟委屈巴巴的 就是想跟叶哥哥续续就而已 陆夜早习惯了他的伎俩 自然视若无睹 难道叶哥哥在这里看到我 就没有一点开心吗 陆夜不语 不过不得不承认 能在礼界中遇到一个表界的熟人 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欣然的 哪怕她是优碟 说起来 她与优碟之间并没有太大恩怨 彼此间还互帮互助过一阵 勉强说起来 其实颇有些交情 当年陆夜解除生命锁链的时候 优碟还送了她一份大礼 让她的神魂修为暴涨 已加入河道城了 陆夜语气缓和了一些 优碟能出现在河河界中 那必然是借助了河道城的力量 是等啊 优碟点头 一个地级河道城 叶哥哥呢 流光就是地级河道城 曾经拥有三位河道 彼此彼此 优碟眸子一亮 那叶哥哥要不要加入我的河道城 我在那边还算有点话语权 对比流光的话 河道修饰在其中的地位确实不低 优碟若想引荐陆夜加入她所在的河道城 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不用 陆夜摇头 袁溪城现在来看还算不错 主要是有袁溪坐镇 优碟的河道城与流光平级 肯定没什么太厉害的强者 而且袁溪城如今有她很大的贡献 她当然不会舍尽求远去投靠优碟 就知道 优碟撅着嘴 红嘟嘟的 眼珠子一转身子贴了上来 那我来加入叶哥哥的河道城好不好 陆夜瞥眼看她 静在咫尺 优碟吐气如蓝 别折腾了 陆夜稍稍用力 将她推开 好好待在你的河道城吧 可是我就是想加入叶哥哥的河道城 优碟不依不饶 那不是我的河道城 你应知道我只有容道修为 我当然知道 优碟点头 不过你可以跟你的城主提议 我相信她不会拒绝一位河道宠母的加入的 这么有自信 优碟傲然一笑 叶哥哥应该不知道 宠母对河道城意味着什么 陆夜还真不知道 优碟鸣嘴娇笑 这么说吧 理解之中所有河道城 最欢迎的就是我们宠母的加入了 哪怕只是容道 也是被各大小河道城主争抢的目标 陆夜忽有所觉 因为你们强大的神魂造诣 相对于其他修士来说 宠母没别的优势 尤其河道之前 肉身脆弱至极 如优碟这样河道了的还好 她已经破茧成碟了 宠母最大的优势就是神魂造诣 第2440章果然是你 优碟汉手 河道城城主与人争锋时 是需要其他人留守坐镇的 一位宠母的河道城的驾驭 比其他同等修为的修士药都要完美一些 因为本质上来说 虫巢也可以算作河道城 我们宠母从修为有城开始就开始驾驭虫巢 所以驾驭河道城的种种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难事 礼界之中的河道城各种形态的都有 并非只有陆夜建国的城池模样 其中最具种族特色的 就是虫族的河道城 那完全就是一座做虫巢 优碟来礼界时间并不算太长 所以没有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河道城 就只能选择一个合适的衣服 他宠母身份 河道修为 加入地级河道城轻轻松松 待他日后修为强大 羽翼丰满了 自然会建造属于自己的河道城的 不过今日既然遇到了陆夜 他就有了别的打算 且不管什么河道城 陆夜本身对他就有巨大的吸引力 他可是亲眼见证过陆夜身上的种种不可思议 当初分开的时候陆夜才只入道 但现如今居然已经融到六众 这注定是一个只要抓住机会就能一飞冲天的人物 待在这样的人物身边岂能没有好处 所以无论是从个人情感上来说 还是从实际利益出发 优碟都觉得跟陆夜在一起是自己最好最有力的选择 陆夜沉吟 袁熙想要旁的修饰来依附嘛 她倒是一直没有表露出这样的意愿 但袁熙明显有壮大和道城的心思 所以和道城以后不可能只有他们两个 再者 这一次她还要要将璀璨带回去 或许真的可以提议一下 叶哥哥的和道城在什么位置 优碟又问道 你要做什么 陆夜问道 先行出发呀 礼界很大 我要过去的话需要时间 优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你就这么确定我的城主不会拒绝你 优碟撒娇道 那到时候就要拜托叶哥哥帮我说点好话了 那你的城主呢 愿意放你离开 优碟撇嘴道 我要走的话 谁也别想拦 书画间取出了自己的心徒递给陆夜 就这么定了 陆夜默默地瞧了她一阵 这才伸手接过心徒 仔细查探 确定了方位之后 在其中留下一个标注 优碟如获至宝 将心徒仔细收好 洗身道 叶哥哥等我 然后一溜烟地跑掉了 好像遇到了特别开心的事 过了片刻 陆夜这才起身 结账离去 返回那巨大殿堂 陆夜抬手抓住了璀璨的地堡 片刻后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才刚返回河道城 耳畔边就传来了 袁熙的声音 大兜桶 你终于回来了 这是谁 陆夜转头望去 只见袁熙就站在不远处瞧着自己 大人在等我 陆夜问道 袁熙没道理正好出现在这里 所以他极有可能是在这里特意等着自己的 陆夜不清楚他要做什么 袁熙正好齐地打亮璀璨 明显有些意外陆夜出门一趟 居然带了个人回来 而且还是个女子 观其修为 老眼马马虎虎 只是好像一副很卑微的样子 这是璀璨 陆夜介绍道 这位是袁熙成城主 袁熙大人 袁熙胸脯一挺 努力摆出威严的模样 叫我城主大人 璀璨乖乖行礼 婢子见过城主大人 袁熙悄悄给陆夜打了个眼色 然后拉着他走到一旁 怯怯思语 你买回来的 花了多少钱 可别被人骗了 早说你要买 我就带你一起去了 陆夜不禁哭笑不得 摇头道 不是买的 别人送的 袁熙一脸惊愕 什么人送你这样一个婢女 这般容貌身段的婢女 价值可不低 他想不到陆夜在和和界 有什么样的交际 会让人送他这样一个婢女 陆夜有些头疼 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事 索性直言道 这是都战场送的 秦老狗 袁熙一惊 秦老狗 指的应该就是秦峰没错了 不过听袁熙对秦峰这称呼 还有语气 彼此间应该是挺熟悉的 而且好像还有些恩怨的样子 果然是你啊大都统 我原来没看错 袁熙忽然又笑了起来 什么 吴明克 袁熙压低了声音 陆夜眨眨眼 原来大人看到了 这倒是巧了 他也没想到袁熙居然观战了之前那一战 如此一来 倒是省了他很多口舌 袁熙一脸笑盈盈地拍着陆夜的肩膀 干得不错 托你的福 我也小赚了一笔 最开始他以为吴明克就是陆夜 后来又觉得不像 直到此刻 终于确定 吴明克就是自己的护城大兜桶 大人开心就好 陆夜嘴角抽了抽 不用想 袁熙之前是压住在他身上了 所以你是因为给斗战场带来了巨大收益 所以秦老狗大悦之下 送了你一个婢女 差不多是这样 陆夜懒得解释太多了 反正不管是因为什么缘由 结果总是没区别的 那就收下 秦老狗虽然人不怎么样 但品性还是值得信赖的 他既然送你了 那就是你的 以后与他再无瓜葛 陆夜还有一点担心 会不会是眼线 袁熙摇头 不会的 秦老狗不会用这样上布的台面的小伎俩 图惹人耻笑 听他这么说 陆夜彻底放下了心 大人与那位秦常主有仇吗 陆夜有些好奇 原稀不屑地撇撇嘴 说有仇也可以 说没仇也可以 反正彼此看不顺眼就是了 喝到层面的事你不用管 可是秦常主让我加入了斗战场 会不会对大人你造成什么影响 陆夜担心的是这一点 他要你加入斗战场 是了 你这般实力 会入他发言也不奇怪 加入就加入吧 反正你是我的人 他抢也抢不走 这话说的陆夜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反驳 还有医师要禀告大人 李说 元熙和颜月色 陆夜当即将优叠的事简单到来 第2441章里上网来 只从优叠之前的说法来看 陆夜估摸着元熙应该不会拒绝一位宠母的主动依附 尤其是这位宠母还有何道修为 但让陆夜感到意外的是 元熙竟表现出一副很期待的样子 两眼放光道 行啊大都捅 你居然还有这样的人脉 如此大功本成竹给你记下了 本来我还头疼怎么弄一个信得过的何道过来 这下问题算是解决了 听元熙话中之意 他原本就有招揽一位何道的心思 这倒是让陆夜放下了心 他最怕的就是 优叠不辞辛苦巴巴地跑过来 结果元熙不接纳他的局面 那他家在中间就难受了 如今来看 这种事倒是不会发生了 这个宠母什么时候会过来 元熙又问道 似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 不清楚 陆夜摇头 优叠当时拿回星途之后便火急火料地离开了 导师没说赶路过来需要多长时间 陆夜也忘记问 他有星途 借助重道 反正不会需要太长时间 那咱们这段时间就在这里等他好了 元熙做了决定 陆夜当然没有意义 果真是世事无常 在斑斓中与优叠纠缠不清 最后一念心词放他离开 魂没想到今日会这样重逢 甚至以后可能还要一起共事了 元熙忽悠看向璀璨 星月道 大都统 本城主身边都没有服事的人 你却是有了一个 这不太像话吧 陆夜眨眨眼 立刻抱拳 是卑职僭越了 大人若是愿意的话 以后就让璀璨跟着你 元熙装模作样 这不像话吧 毕竟是勤劳狗送你的 我是城主没错 这城中的一切都是我的也没错 可我也不能抢下属的东西啊 陆夜一脸肃然 大人心系和道成未来 身劳辛苦 身边确实该有人照顾服事 这不是抢 是属下心甘情愿孝敬大人的 元熙你也 心情愉悦 拍着陆夜的肩膀 你都这么说了 那本城主就只能谢谢你的好意了 是卑职该谢谢大人 陆夜这话倒不是客气 元熙应该是瞧出什么了 他这边头疼不知该如何安置璀璨 所以元熙索性开口将璀璨给要了过去 等于是帮陆夜解决了一个麻烦 至于说什么照顾服事 他一个河道强者 哪里需要璀璨来照顾服事了 对此无论陆夜还是元熙都心之肚明 只是谁也没有明着提 陆夜转头看向璀璨 以后你就跟着城主大人 是 璀璨乖巧地硬着 语气说不上是轻松还是什么 至于说被送来送去这件事 他并没有觉得伤感 都战场培养出来的 从来都不是什么自由之身 来 我领你去见几个人 元熙又冲陆夜招手 等在这里 一是想跟陆夜确认下无名客的事 二也是因为此事 陆夜这才后知后觉 城中居然多了几道别的气息 显然就是元熙要他见的那几个人了 走出中枢大殿 他一眼就看到几道身影安静在站在外面等候 无个修士 种族各有不同 有男有女 只不过陆夜明显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悲凉的气息 一个个都像是豆瓣的公鸡 垂头丧气的 大人 这是陆夜不解元熙从哪找来的这几个如此丧气的家伙 他们既然能这样出现在元熙城中 那必然是荣道无疑 可既是荣道 又何至于如此 这些都是我从和和界中买回来的奴隶 陆夜顿时了然 怪不得这些家伙都是这幅半死不活的样子 原来都已经是奴隶的身份了 和和界中有奴隶售卖这件事 他是听说过的 就包括刚才元熙初见璀璨的时候便以为是陆夜买回来的 还问他有没有被别人骗 说什么早知道带他一起去之类的 这些奴隶的出处五花八门 不过基本上都是被强者擒获的 比如孤身闯荡礼界的荣道 若被河道发现就可能遭遇毒手 再比如说河道长的大战 战败一方极有可能会出现被生情者 这么来看 这次元熙去和和界 就是买奴隶的 斗战场中他赢得了胜利 压住在他身上的元熙趁机小赚了一笔 所以才有足够的盗玉买了这几个奴隶 大都捅 你送我一个侍女 我送你几个下属 咱们礼尚往来 以后他们就隶属你麾下了 元熙一副我素来不占人便宜 公平公正的口吻 陆叶哭笑不得 我要他们做什么 这几个荣道 无论修为实力怎么样 如今看起来都已失了心智 所以当真是派不上什么大用场的 这般状态下 他们若是与人争锋 哪怕实力比他们弱的 恐怕也有机会斩杀他们 到时候真要与什么敌人发生冲突 陆叶还得分心照顾 元熙道 他们可以协助你守护和道成 咱们元熙城今日不同往日啦 以前一无所有 可以无所顾忌 但现在不行 本城主在外征战的时候 得有人护着元熙城才行 我会尽快完善城中的防护大阵 可到时候只凭大都同你一人 是无法维持大阵运转的 自然就需要更多的人手 陆叶明白他的用意了 元熙的顾虑是对的 之前攻打流光城的时候 元熙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和道成 因为被迫就被迫 反正损失不大 可如今不一样 掠夺了流光城的和道珠之后 元熙城已是地级 这要是被人攻破了城池 碎了和道珠 那损失就大了 所以如今元熙要考虑的更多 买几个戎道过来 协助陆叶守护和道城 是应有之事 怪不得之前听说优碟 要来依附和道城 元熙那么高兴 因为如果有一位和道坐镇的话 那元熙城会更加稳固 到时候在防护力度上的提升 比起他买来的这几个奴隶 要大得多 那也不用去买 以后咱们和道城品级上来了 还怕没有戎道前来投靠吗 陆叶开口 元熙摇头 以后是以后 反正买几个也没什么关系 这几个你也不用太操心 我会叫好他们 届时若有需要 你领他们入阵即可 入夜一时都搞不清楚 这元熙城到底谁是城主了 按道理来说 这几个是他的下属 这些琐事理应由他来做 如今却是元熙大包大揽 那就有劳城主大人多费心了 对了 元熙忽然又变得神神秘秘 压低了声音 你加入了斗战场 勤劳哥有没有安排你下一场斗战 战时还没有 陆叶摇头 吴明克经过之前那一战 应该已经成了斗战场的一块招牌 既是招牌 那就不可能轻易再被动用 下一场必然也是会好好运作一下的 正好陆叶也要趁此机会做些安排 回头有消息了 告诉我 元熙挑挑眉 露出一副你懂的架势 陆叶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不免有些担心 斗战场那边不是有规矩 不允许参与斗战者身边的修饰压住吗 元熙嗤笑一声 规矩 你让秦老狗当面来跟我讲讲 看看是我拳头大 还是他规矩大 这话就有些猖狂了 只从元熙之前对秦峰的态度来看 秦峰此人在实力上绝对不逊于他 在地位上甚至可能超出 不过两者应该勉强有平起平坐的资格 陆叶看破不说破 自家的城主大人 还是要面子的 他愈发好奇了 元熙到底是什么样的出身 因为就他目前接触到的种种来看 秦峰的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说在整个礼界都能名列前茅 元熙呢 他到底是哪位强者的夫人 第一次见到元熙的时候 便是有和到强者前来追他 结果被他无情地杀了 如果他真是某位强者的夫人 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位强者都没有动静了 陆叶不想去管元熙的私事 但他眼下终究是元熙城的成员 所以元熙的私事对他还是有些影响的 再说了 我要压的是吴明克 谁知道吴明克是谁啊 元熙俏皮地冲陆叶眨眨眼 陆叶顿时了然 是啊 如果他以陆叶的身份去参与斗战 按规矩来说 元熙是不能压住在他身上的 但吴明克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元熙此举根本不算破坏规矩 行风那边就算想追则也追不到他头上 行了 大豆筒辛苦了 先回去休息吧 咱们就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等你那个宠母朋友过来了再说 与缺越那一战 陆叶是受了伤的 虽然不算严重 但表面看起来颇为狼狈 大战之后又被带着去见秦锋 直到现在也没功夫打理 词别袁熙 陆叶孤身返回大豆同府 稍稍打理了下自己 这才有空查探聊的情况 事实上 自聊破碎了亮天尺之后 他便忽然没了动静 当时陆叶就有猜想 聊怕是已经陷入了沉眠 这是好事 因为每次聊晋升突破的时候 都会陷入沉眠之中 而在秦锋那边的时候 他也曾将聊抽出来查探了一下 说了一句已经在晋升云云 此刻陆叶关桥之下 欣然至极 因为聊确实已经进入了晋升状态 整个刀身从外表看起来似乎没有变化 但内里却正在发生一些微小而奇妙的蜕变 第2442张荣道七重 聊这次晋升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 对此陆叶很是期待 因为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 等聊再次苏醒那就应该是属宝层面了 届时聊这边又能有所提升 给他的实力带来的增幅导师其次 最主要的还是为以后河道打下更好的基础 暂时不用去管聊这边 陆叶取出了从斗战场那边得到的储物界 神念扫过 理念满满当当 全是道鱼 足有近十几万的样子 这只是那一次斗战一城的收益 可以想象 此番斗战给整个斗战场带来多么庞大的利益 而这还是纯粹的利益 如果算上此前各种运作的花销 还有诸多人力经历等等 收获的利益会更庞大 陆叶记得 公贸最初找他的时候 承诺在与荣道九重的死斗中 若是能活下来便给他五万道鱼 但陆叶并不满足 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如今来看 选择是对的 最大的收获还不是这些道鱼 而是从秦峰那里得到的详细的兵足晋升的情报 有了这个情报 以后陆叶只需按图所记 便可一步步将了提升至至宝层面 不过那也是后话了 如今他还欠缺许多条件 挥手间 大量道鱼铺展在身边 陆叶沉浸心神 催动天赋树的威能 疯狂吞噬炼化 天赋树的树叶上 大量金色的光芒开始流淌 一片片树叶变得金光灿灿 陆叶心情愉悦 自最后一场狂欢晋升荣到六种之后 他其实一种有一点淡淡的焦虑 未来的修行之路该如何去走 如今总算找到路了 虽然只是机缘巧合 但那也是独属于自己的路 只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修为提升不在话下 在天赋树疯狂的吞噬炼化下 因为梅梅到于凭空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天赋树上浓郁倒立的积累 直到某一刻 路叶凭空生出一种保障感 天赋树的炼化吞噬也不由地停了下来 他心有所感 连忙查探 发现果然如自己想的一样 天赋树上的倒立储备已经到极限了 之前他就发现过 自己并不是能无限储备倒立的 就眼下天赋树的情况来看 自己能储备倒立的极限在100万左右的样子 这样一个庞大储备 是任何荣道乃至河道就不具备的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倒立 路叶并不惧怕与敌人打什么消耗战 相对那些敌人的倒立储备 他这边几乎是取之不竭 100万倒立 足够自己晋升 路叶没有迟疑 当即开始在自身倒谷中明刻倒闻 依然是神风 只能是神风 早在晋升荣道的时候 路叶就已经打算将一条路走到底了 因为他有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优势 明刻倒闻的过程中风险程度会得到极大的降低 甚至说只要他能忍受住那种痛楚 只要倒立足够 基本不会有任何风险 唯一的弊端 就是晋升突破的时候 倒立消耗太过庞大 这应该是与他全身倒谷数量太多有关系 早在晋升荣道的时候 他就花费了20万倒立 往后每晋升一次 需要消耗的倒立就会提升10万左右 按照这个规律来说 此番晋升突破 要消耗的倒立差不多在80万 这是任何荣道都无法承受的沉重 路叶如果没有斗战场这条路子 想要积攒80万倒立 只依靠在圆熙城中苦修的话 那就需要时刻不停地修行五年半 这期间如果圆熙城品级提升 效率应该会提升 但哪有如今这样一口吃成葛胖子来的痛快 比起以往还要剧烈的痛楚席卷全身 哪怕是路叶的意志力 也忍不住身躯站立 汗出乳浆 呼呼间 直到最后一个机缘收尾 第七重神风明科成功 路叶长呼一口气 依然有些心有余悸 每次晋升突破的过程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被千刀万剐 偏偏还要强行忍耐那无边的痛楚 怪不得许多荣道都会在晋升中出现差错 导致自身修为跌落 而且绝大多数荣道都不会如露叶这样 只选择一种道文 每一次晋升都是一个选择 只选一种道文的话 明科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出错的几率越来越大 荣道七重了 全身道骨依然酥酥麻麻 就好像有许多蚂蚁在里面攥再攥去 又疼又养 这也为什么荣道在每次晋升之后最好养骨的原因 因为道骨在这种时期会比平时脆弱一些 度过这个缓冲期就能恢复了 路叶迫不及待地拔出了盘山刀 倒立催动之下 西黑笔直的刀身上立刻泛起豪光 给人一种丰锐之感 对比六重的时候 这一层豪光要明显得多 也丰锐得多 路叶眉头为阳 荣道六重之前 神风道文虽然能让自己的盘山刀变得更加锋利 但却不会有什么直观上的感受 直到六重式的亮变引起直变的点 如今到了七重 这种直变就更明显了 对比而言 眼下盘山刀的丰锐度要提升了最少三成 路叶被感期待 待自己有朝一日晋升荣道九重 九重神风增幅之下 盘山刀该有多么锋利 而且那时候 盘山刀必然已经是鼠宝层面了 这世上除了至宝 还有什么是他展不断的 随手挥舞了几下 路叶这才将疗收起 转而检查自身情况 晋升荣道七重 自身能驾驭的基础道力 果然如预期的那样 变成三百九十道了 算上道文七重的增幅 只凭能驾驭的基础道力 自己这边能发挥出来的实力 也应有六百六十左右 这还没算道兵 这般实力放眼荣道层面 简直就是个怪物 只是路叶不清楚 对比河道 自己这样的实力 到底算什么层面 好像也没法对比 因为河道强者自身实力 确实够强 但他们的实力发挥 还有一部分环境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所在的未知道力浓郁 那就有可能发挥 出自身实力的极限 如果道力不足 那能发挥的实力 也会打隔折扣 尤其如何和解这样 没有心渊气息的净土 在比如当初的星空 和道进入其中 都只能依靠自身 借助不了任何外力 反正是在等待中 路叶一边养骨一边 继续炼化着剩下的道鱼 他留了一万道鱼备用 以防不时之需 剩下的全都炼化了 如此一来 天赋树上又有了不少道力储备 但已经不足以让他继续突破晋升了 而且回头聊若是晋升成功的话 他还需要继续蕴养 到时候必然又有很大的道力支出 路叶又取出一枚新渊币 借助新渊币勾连起新渊宝库 他以前对这新渊宝库 其实兴趣不是很大 不可否认 里面有很多难得的宝物 甚至连鼠宝都有不少 但他本身就拥有鼠宝 要再多也没什么用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需要更多的鼠宝 因为从秦峰那里得到的情报 如果没错的话 兵族想要晋升至至宝层面 需要过三凯 这第一凯 便是从普通的道兵 晋升至属宝 正是辽此刻正在经历的 这也是最凶险的 因为这是有可能会失败的 兵族是一个种族 虽然没有血肉 可他们能如修士一样晋升突破 既是突破 那就有失败的概率 陆叶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可即便他是辽的主人 在这种关头也帮不上任何忙 只能靠辽自己 有朝一日 辽若苏醒 那他就是晋升成功了 若辽一直这样沉眠下去 那必然凶多吉少 一旦刀中之灵破碎 盘山刀也将不复存在 第二凯 便是鼠宝层面的提升 陆叶头一次知道 鼠宝也分档次的 这个档次没有什么明确的划分 但鼠宝之间确实有高低之别 这一点在新渊宝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因为宝库内 鼠宝的价格区别很大 兑换这些鼠宝需要的新渊币 有的甚至差距在三四倍 鼠宝层面不是辽的终点 反而只是一个起点 辽想要提升自己的档次 就只能如之前那样 让陆叶这个主人手持着他 与同样拥有鼠宝的敌人生死搏杀 在搏杀的过程中 他便有机会吞噬对手鼠宝中的一些神秘 从而提升自己 所以现如今的陆叶需要更多的鼠宝 而且还是那种能用来搏杀的鼠宝 这也是他之前问秦峰 斗战场有没有鼠宝卖的原因 可惜得到了一个让人失望的答案 当然 就算真的有鼠宝卖 平陆叶如今的身家 必然也是买不起的 可新渊之子的身份 却给他提供了一个便利 买不了 他可以从新渊宝库中兑换 只是需要足够的新渊币而已 迄今为止 他已经积攒了不少新渊币 可查探半赏 寻了一件合适的鼠宝 这才发现自己的新渊币不太够 差距倒不是很大 但终究无法兑换出来 得去找一些强敌杀杀才行 他头一次觉得修为高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以前入道斩荣道 根本没有落空的时候 每杀一个敌人都有一份收获 现如今不同了 他杀荣道不再是一定能得到新渊币 而是有一些几率 第2443章优蝶到来 平路也如今修为 想要一定得到新渊币的话 必须得杀荷道才行 可在这里借中想杀荷道 岂是那么简单的事 或许 等下次元西去攻打荷道城的时候 自己可以在一旁捡漏 反正优蝶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如果不出差错 等他来到元西城 城中的防守重任便可交给他 自己到时候便可刺激而动了 这么一想 陆叶反而有些期待优蝶的到来了 果真是事事无常 闲来无事 出了大都同府 很快便在某个位置找到了正在布置大阵的元西 恢复好了 元西一边忙着一边随口问道 本就没什么大碍 陆叶站在一旁明目张胆地偷师 刘继德 早年在九州闯荡的时候 他凭着自己一手过人的正道造诣做了不少 让旁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 更是在灵溪战场中留下了灭闻之夜的威名 只不过后来随着修为建高 精力不济 在正道上便疏于修行了 但终究根基还在 尤其他在灵闻之道上的造诣日渐拔高 与阵道多有牵扯 所以就算这么多年没有精修阵道 其实也超出大多促同层次的修饰 元西在阵道上的造诣是极高的 这一点陆叶早有领教 否则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布置出整个河道城的大阵 这般偷师 未必能让陆叶得到太多实际性的好处 却可以有诸多启发 或许以后什么地方就能用得上 咦 你的修为 元西忽然转头 美眸中闪过一道显眼的金光 又提升了 陆叶呼声一种整个人都被看穿的感觉 暗暗惊悚 元西这眼力果然独辣 他根本没有催动任何道力 他居然都能看得出来 也不知这是他自身的本事还是特别的童树 略有收获 陆叶点点头 看样子之前那一站让你收获不小 元西欣然 他明显误以为是陆叶的积累早就足够 与缺越一站只是一种催化 却魂没想到 正是因为与缺越一站 让他有了足够的盗鱼来支撑晋升 大人 我有时想要请教 陆叶摆出姿态 你说 元西动作忙碌不停 一身道力起伏不定 你给的那些说是盗鱼 都战场中记录的却是盗鱼 这只是两种不同的称呼对吧 当然 元西唯唯一笑 就是两种不同的称呼而已 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条鱼 所以有些人称呼他为盗鱼 而有些人则称呼他为盗鱼 反正听起来都没区别 盗鱼怎么诞生的 陆叶最好奇的是这件事 星空中有淋浴 淋浴的诞生很简单 星空灵能浓郁的地方就会有机会孕育出来 所以最开始修饰离开 介域闯荡星空的时候 都是漫无目的地采集领域 除非运气特别好 遇到了领域密集的地方 否则收获都不会太大 越是人积频繁出没的地方 发现领域的几率就越小 因为一旦孕育出来 基本都被人采集走了 所以采集领域是有讲究的 往往需要前往一些人积罕至 或者危险的地方 那道鱼是怎么诞生的呢 该不会也跟星空中一样 可是陆叶好像没听说 有谁在礼界中采集到盗鱼 当然 这也有可能跟他来礼界的时间太短 闯荡的地方不够多有关 礼见过盗池吗 袁熙问道 算是见过 陆叶回盗 盗鱼一般都是盗池中孕育出来的 袁熙解释道 礼界中有许多宝地 这些宝地的星渊气息 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加浓郁 就有可能诞生盗池 而盗池就是孕育盗鱼的源头 陆叶了然 但很快又察觉不对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盗鱼的数量应该不算多才对 可和和解中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流通的盗鱼 盗鱼是一种修行资源 修士们很多时候得了 都会炼化掉 所以必然是一种持续消耗的状态 只依靠那些所谓的宝地中诞生的盗池孕育 根本不能满足礼界修士们的需求 更不要说和和解中 会有那么多盗鱼在流通了 光指他之前战斗的那一场 斗战场的整体收益就有几百万道鱼 这明显不合常理 因为盗池不单单只有天然诞生的阿傻瓜 元熙外头看着他 盗池的诞生 首要条件就是心渊气息足够浓郁 或者说道力足够浓郁 你想想看 礼界中除了一些天然的宝地 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出现盗池 他都提示的这么明显了 陆叶岂能想不到 河道城 元熙打了葛祥指 没错 就是河道城 品级足够高的河道城 可以人为的打造道池 如此便可有源源不断的 盗鱼孕育出来 为河道城所用 陆叶眸子放光 河道城要什么样的品级 才能打造道池 最起码也得天级才行 而且这还是最基础的 就算打造了道池 产出的盗鱼也不会太多 品级越高 盗鱼的产量就会越大 所以那些顶级河道城中的一些修士 其实是不缺修行资源的 本身他们所在的河道城品级就足够高 修行效率很好 即便不用到鱼 修行效率也比一般修士强得多 若再浮以到鱼 那就更快了 天级 那咱们也不远了 陆叶一脸畅想 地级距天级也就一个品级的差距而已 努努力 很快就能达成 确实不会太远 元熙孝望着陆叶 因为有露业 所以才不会太远 如果他之前那种节流河道珠碎片的手段 还能发挥作用的话 否则只靠正常的速度来提升河道城的品级 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少也要促备提升 元熙一直在填充防护大阵的细节 他好像不算富有 毕竟之前没有多少道鱼 但他身家绝对不少 因为不止这些防护大阵的材料 他居然应有尽有 当然 这也有可能是之前攻打流光得到的战利品 那流光宝库中都有什么陆叶并不清楚 当时全是元熙去处理的 陆叶这边时而来帮他打葛下手 时而自己苦修 因为城中多了一个璀璨和几个奴隶的缘故 倒是不再如之前那么冷清 好歹有了些人气 这一日 陆叶正在苦修中 耳畔边忽然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大人 有情况 说话的是璀璨 因为他本身神魂造诣很强大的缘故 所以被元熙为以了负责监察河道城周边动静的任务 至于之前元熙说要他服侍自己什么的 那根本就是托词 他一个河道强者 并不需要什么服侍 讲 陆叶徐徐睁眼 苦等三月 聊还没有苏醒的迹象 这让陆叶很烦躁 因为他不确定聊此番晋升是否能够顺利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盘山刀没什么变化 这说明聊那边并没有大问题 否则盘山刀必然有直观的体现 可纵是心中清楚这一点 陆叶依旧免不得担心 这般心境下 他一直憋着一团火 想与人打上几场 若非无名可已经不适合在斗战场频繁地抛头露面 他肯定会去和和界 如今他巴不得有不长眼的家伙过来触下眉头 有河道在靠近我们元熙城 璀璨回道 再有斩茶应该就会来到附近了 河道路夜眉头一扬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优碟 当初优碟虽然没说具体要多长时间才能赶过来 但不管他在里界什么位置 手中有星途的话 三月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 路夜问道 若只有一个的话 那极有可能就是优碟 三个 其中一个是河道 另外两个是荣道 那应该不是优碟了 城主大人呢 路夜问道 如果有河道来袭的话 璀璨这边应该不会直接汇报给自己 而是去找元熙才对 城主大人之前进了和和界 至今没有回来 路夜了然 站起身来 我去看看 身为元熙城护城大都统 在可能威胁到元熙城的危险来临之前 将之扼杀在萌芽之中 也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路夜想知道 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对上一个河道会不会如之前那么狼狈了 若是能杀 那就是一枚新渊碟到手 有了聊的是 他现在对收集新渊碟的态度对比之前要热衷得多 当然 就算打不过也无法 他可以赶紧退回河道城 和力璀璨等人 凭元熙留下的防护大阵来支撑防护 到时候再随便派一个人去和和界传讯元熙回来就行了 片刻后 路夜便冲出了大兜同府 直朝前方迎去 气势汹汹 他裹挟一身杀机 打定主意不管对方为什么路过这里 先打过一场再说 可等他这边察觉到那边的气息之后 不禁皱了下眉头 因为那河道的气息 明显就是优碟的 他终于赶过来了 可既是优碟 怎么还有两个戎道一起跟着 难不成优碟从自己的河道城脱离的时候 还挖了别人的墙角 更让路夜感到奇怪的是 这两个戎道的气息 他莫名地有些熟悉 仿佛在哪里遇到过 第2444章下一步行动 优碟远远奔赴而来 直掠致敬前 才被陆夜用盘扇刀抵住额头 张开臂膀站在原地 他原本大概想给陆夜一个拥抱的 绝了绝嘴 受了脸上的委屈 笑盈盈道 夜哥哥我来了 开不开心 陆夜收刀归翘 老大不小的人了 别在我面前装嫩 他看向优碟身后 牙医与枯置冲他抱拳行礼 神色尊敬 让他感受到熟悉的 正是这两个虫族的气息 毕竟当初在表界的时候 这两位就一直跟在优碟身边 却不想知道 今日也不离不弃 他们两个算是优碟的直系下属 所谓直系下属 就是在优碟的虫巢中诞生 成长起来的 类似这样的直系下属 对优碟这个虫母的忠诚度 是非常高的 不离不弃倒也不难理解 只是陆夜不明白 他们就算有能力进入礼界 为什么能跟优碟在一起 次世乔出了陆夜的疑惑 优碟解释道 直到真正合道进入礼界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们虫母拥有其他任何种族 都不具备的一种优势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虫巢 从表界带进来 包括所有自虫巢中孕育出来的生灵 陆夜顿时了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牙医与哭智慧跟优碟在一起 就不难理解了 优碟当时进入礼界的时候 是没有自己的虫巢的 他的虫巢留在了斑蓝里面 但将自己的直系下属带进礼界 却不会有任何问题 导也不错 眼下袁熙成这边正紧缺人手 袁熙甚至不惜花费一些道 于跑去和和解买了几个荣道 奴隶回来 可见他对人手的迫切需求 优碟一个河道的加入 能让袁熙成的整体底蕴大增 再多两个荣道的话 当然是锦上添花的事 好歹也算老朋友 而且是因为自己才来投靠的 陆夜缓了缓脸色 来的路上可算顺利 顺利得很 优碟微笑 身后牙医抿了鸣嘴 明显想说什么 却又没开口 来的路上确实还算顺利优碟 好歹是一位河道 一路行来小心翼翼 没遇到太大波折 但他们及格从之前 那个河道城离开的时候 可就没那么顺利了 宠母的存在 对一个河道城来说 有很大的价值 没有哪个城主愿意轻易放弃 所以当时是闹出了一些不愉快的 也就是优碟足够机灵 否则真有可能会被人家墙留下来 走吧叶哥哥 带我去看看你的河道城 优碟一脸期待 不是我的河道城 我知道 优碟不住地汗手 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河道城 到时候我便是你的左膀右臂 他明显一副对陆夜很有信心的模样 返回袁溪城 得到陆夜传讯的璀璨解除了对外的警戒 一行四道身影顺利进入 这里叫袁溪城吗 优碟一边观察着四周 一边问道 城主大人的名字 很多河道城都是以城主的名字命名的 我之前那个也是 优碟点点头 这里好像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善 人气也不高 袁溪城才创建没多久 陆夜解释道 满打满散 袁溪来到这里重建河道城至今 也就大半年时间而已 那居然就是地级了 优碟惊恶无比 他之前带的那个河道城已经有好多年头了 可依然只是个地级而已 眼前这座河道城到底创建多久他不清楚 但只从这里许多不完善的布置来看 时间明显长不到哪去 他忽然发现自己小瞧了这位袁溪城的城主 短短时间从无到有 打造出这样一座河道城 本身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他挣了挣脸色 既然来了 我该去拜访一下城主大人才是 终究是来投靠的 寄人篱下 当然要有寄人篱下的觉悟才行 现在不行 城主大人不在城内 陆溪正这么说着 中枢大殿方向 忽然传来袁溪的气息 他从和和界归来了 优碟也有所察觉 连忙转头望去 少请 中枢大殿所在的方向 袁溪飞略而至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陆溪身边的优碟 略意打亮 微笑道 你便是大兜桶提到过的那位朋友吧 优碟无疑是个逝去的 连忙行礼 宠母优碟 见过袁溪姐姐 陆溪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心 优碟这小嘴始终就跟抹了蜜糖一样 怪不得进了礼界后能混的风生水起 不过这次他应该是弄错了 袁溪最喜欢旁人称呼他为城主大人 既是大兜桶的朋友 那以后就是自己人 妹妹不用客气 袁溪笑得和颜悦色 优碟语气轻柔 仿佛一个大家闺秀 以后就劳烦姐姐多多照顾了 我与叶哥哥一样 都是出来乍到 对礼界不算了解 若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姐姐随便责罚就行 袁溪抬手捏了捏她滑嫩的脸蛋 妹妹生得这么可人 我可舍不得责罚你 脸上的触感还在 优碟表情不经意将 恶然地望向陆溪 陆溪也是一副 发现新世界的表情 忽疑不定 袁溪却仿佛什么也没做过 忽然背负起双手 神色肃穆 好了 优碟妹妹已经来了 大兜桶 咱们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陆溪对袁溪这 风风火火的性格 已经略有了解 文言并不奇怪 连忙抱拳道 愿追随大人赴汤道火 一旁优碟忽然想笑 因为在斑斓中的时候 陆溪可是相当的桀骜不寻 哪怕当初被他生情 也因为一道生命锁链 撤肘的他难受至极 相处那么些年 和曾见过陆溪这幅 毕恭毕敬的模样 果然 这个男人也是懂得审时多事的 袁溪又交贺一声 优碟听令 优碟连忙端正起态度 抱拳道 请大人示下 袁溪道 从今以后你便是 袁溪成的副城主了 稍后我会开放一些权限给你 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当我不在城中的时候 调度城中人守护好本城 优碟再次惊恶 他知道凭自己宠母的身份 前来投靠的话 不会受到什么冷落 但他万万没想到 袁溪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 直接任命他为副城主了 而且还会开放 和道城的一些权限给他 如果说任命副城主 只是虚职的话 那能得到和道城的权限 那就是实打实的好处了 他在之前的那个和道城 虽说也是副城主的身份 毕竟修为摆在这里 可仅仅只是一个虚职而已 并不能对城中任何事宜 做出实际性的干扰 更不要说和道城的权限了 他一时不知 这位袁溪城主 到底是信任自己 还是信任陆业 因为他一旦有了 和道城的部分权限 若心怀不轨 当袁溪在外征战的时候 他是有可能对袁溪 做出一些干扰的 和道城中 对这种掌握实权的 副城主的任命 从来都是谨慎至极 非至亲或者之的信任者 绝不会任命 行了 该开始赶路了 在此之前 我需要你们都调整好自己 让自己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 袁溪又叮嘱一声 早在之前 袁溪就有意去再攻打一座和道城 印证下陆液截流和道珠碎片的手段 只不过因为有了优碟的原因 袁溪城才会在这里一直停留着 如今优碟已经到了 城中底蕴大增 自然该启航出发 是 陆液与优碟纷纷领命 优碟妹妹随我来 袁溪招呼一声 率先朝城主府行去 优碟望了陆液一眼 红唇蠕动 无声帝说了句话 紧跟在袁溪身后离去 陆液返回大都同府 辞去不知要多久 反正闲来无事 苦修总是没错的 很快 袁溪城便移动起来 在袁溪的驾驭下 速度越来越快 又过得一炷香时间 又叠找了过来 一副如智梦境的样子 因为他已经从袁溪那里得到了部分河道城的权限 如今的他 已是袁溪城名副其实的副城主了 自他踏足这里到现在 前后才不过半个时辰而已 便一跃从寄人篱下的卑微 变得高高在上 叶哥哥 咱们的城主大人 什么来头 又叠一脸好奇 倒也不是想打探什么机密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当然了解的越多越好 不清楚 陆液摇头 他倒现在都没搞明白袁溪是个什么来头 只知道来历不小 他既然任命你为父城主 那你就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不要想什么有的没的 陆液警告他一声 我哪敢落 又叠吐了吐舌头 他好像很强的样子 踏上一个河道城的城主实力也很强 否则也不能支撑起一个地级河道城 但那种强 是优蝶能够感受到的强 可袁溪不同 近日袁溪站在他面前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面对一个无底深渊 且不说他本就没什么小心思 就算有 也已经没了 陆液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优蝶多说一些 让他以后更本分一些 否则真出了什么事 自己也保不住他 斗战场的城主秦峰知道吗 不知道 优蝶摇头 第2445张袁熙城首次议事 优蝶虽是河道 但终究晋升时日尚短 说句不好听的 放眼河道中 他算是最底层 如他这样的河道 在礼界中不知反几 哪里有门路去认识斗战场场主这样的大人物 那你觉得斗战场场主地位如何 陆液换了葛问法 很高很高 硬是你我仰望不得的那种高度 优蝶神色肃穆 他虽不认识秦峰 但最起码的尝试还是有的 能在和和界中拥有斗战场那样一个庞大的基业 秦峰的地位岂能差到哪去 陆液欣然 优蝶既有这样的认知 那解释起来就简单了 咱们的城主大人就算不如那位秦场主 估计也相去不远 优蝶一脸沉思 片刻后汗手 我懂了叶哥哥 放心 我既来了这里 就绝不会有什么二心 从今以后 你我虽没办法再如以前那般同生死 但我必然与你共进退 对他的话 陆液不置可否 有些东西嘴上说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能且行且看 对了 叶哥哥知道咱们这次要攻打哪座河道城吗 优蝶又问道 陆液摇头 不清楚 你想知道的话 可以去问袁熙 反正她就是袁熙麾下议员 想那么多没有意义 而且袁熙这女人 很多时候都是想一出事一出 行事风风火火 如今既然大家的身家利益都捆绑在一起 那河道城这骚大船只需交由她来掌舵 自己跟随着就行 我才不去 优蝶撇撇嘴不知道为什么 短暂的接触袁熙虽然表现得平易近人 甚至直接任命她为父成主 给予了十全 但优蝶总感觉她怪怪的甚至有些惧怕私下里与她接触 话锋一转 叶哥哥你这里很大 我以后就住这里了 陆液不想跟她废话 反正就算她拒绝 优蝶也会死缠烂打赖着不走的 既如此 随她喜欢就好 反正只要不打扰自己修行就成 优蝶果真就住在了大都同府 选了一个庭院作为自己的住处 也没有要打扰陆液的意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各自苦修 互不干扰 陆液偶尔会查探一下聊的情况 只可惜聊一直都没有苏醒的迹象 唯一的好消息是盘山刀没有任何变化 直到这一日 她再次查探的时候 忽然发现盘山刀好像比以前多了一丝内敛的运彩 那是一种很灵动的运彩 陆液可以确定 盘山刀以前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这让她心头大喜 尽管聊还没有苏醒 可盘山刀的变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迹象 这说明聊的晋升算是顺利的 她这边需要做的 就是等待聊的苏醒 待至那一日 聊便可晋升孰宝层面 一旦如此 兵足三坎 聊就算跨过这一坎了 自这之后 陆液查探盘山刀的频率明显比以前高了很多 六一日 正在苦修的陆液忽然听到袁熙的声音 城中诸江素来议事听集合议事 城里什么时候多了个议事听 身为护城大都统 陆液竟完全不知情 不过只听袁熙的语气 陆液便知 她那种过家家的性情又犯了 城中拢共就这么些人 哪里来的朱江 无奈作为下属 陆液当然只能配合 优蝶显然也听到了袁熙的召唤 与陆液在大都同府上空碰头 叶哥哥 意识听在哪 鬼知道在哪 陆液神念一扫 发现袁熙的气息停留在城中某处 不用问 那里就是意识厅了 去雨后 两人感知意识厅 习习见过袁熙 大厅内 袁熙站在守卫处 笑隐隐地望着连位而至的两人 抬手道 坐吧 陆液扫了一眼 发现这里布置的居然很是大气庄严 别的不说 就说这里的桌椅和一些摆设 看起来都价值不菲的样子 顾摸着应该是从流光河道城那边搅和的战利品 都被袁熙拿来填充这边了 他与优蝶分左右 落座守卫 本以为这就完了 毕竟城中有职位在身的 就他们三个而已 谁曾想 每片刻后 整个城中的修士都聚集过来了 不但包括了璀璨 牙衣枯制 甚至就连那几个袁熙从河河界中买回来的奴隶 各分两边落座 璀璨和牙衣枯制还好 终究算是河道城的一份子 那几个奴隶就坠坠不安了 自从他们被打上奴隶的标签后 他们的生死和自由就不受自己掌控 他们也知道被河道城的城主买回去之后 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 可以说 如他们这样的奴隶 无论修为高低 出身贵贱 在任何一个河道城中都是最底层的存在 可他们现在却被安排坐在这里 与城中诸位元老一同商议要事 当然诚惶诚恐 不过转念又想起 这座河道城与他们之前认知的 所有河道城都不一样 因为自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没人贺责虐待过他们 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做什么都没人干扰 他们甚至有想过 若是一直这样下去也不错 因为除了一个奴隶的身份标签外 他们与正常修饰没区别 很好 咱们河道城的底蕴越来越强大了 首位储 袁熙笑盈盈必开口 本城主很是欣慰 也请诸位放心 以后咱们会越来越强 我会带领诸位一步步走上巅峰 那将所谓的十大河道城全都裁个粉碎 到时候必然让他们在咱们面前俯首称臣 陆叶连忙打断他 大人 此次召集可是有什么要事 袁熙似乎特别喜欢畅想一些以后的美好 因为类似的话 他在陆叶面前说过不止一次 这要是不打断他还不知道他要畅想到什么时候 却有要事 袁熙话锋一转 很自然地接上 再有三两日 咱们就要抵达这次的目的地了 届时将雨晨双和道城开战 召集大家过来 就是要制定一套作战方案 听他这么一说 大家都忍不住坐直了身子 神色凝肃起来 优蝶更是开口道 大人 敢问这个陈双和道城是什么品级 整体实力如何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优蝶在上一个和道城中也是参与过一次工程战的 对手同样是一个地级和道城 那一次工程战 从开始发起到真正开战 足足耗费了三年时间 因为要打探各种详细的情报 其间还有各种试探与反试探 可即便如此 那一战的结果也只能算是两败俱伤 谁也没能讨好 优蝶不知道袁熙是什么时候盯上那陈双和道城的 但袁熙城本身创建就没多久 所以时间上肯定不会太久 这些日子袁熙更是一直留在城中 更没有派遣什么人提前去打探消息 优蝶多多少少总是有点担心的 陈双是天极和道城 整体实力自然不弱 天极 优蝶悚然一惊 他没接触过天极和道城 但只从他曾经带过的地极和道城 就可以推断出天极的大概底蕴 袁熙城如今也才只是地极 除了袁熙和他是和道之外 剩下陆叶实力可惜 鱼者小猫小狗三两只 这就去敢攻打天极和道城了 打来的底气 他忍不住朝陆叶那边看去 却见陆叶老神在在 神情平静 仿佛一点都意外的样子 陆叶能意外才奇怪 想当初袁熙城就指他跟袁熙两个 袁熙都敢去攻打流光城 这回人城中多了一个河道 七八个戎道 他盯上天极和道城有什么好奇怪的 莫说天极 便是袁熙盯上更高级的和道城 陆叶都不会意外 这女人跟自己一样 惯喜欢一口吃成葛胖子 尤其是此番还附带着验证陆叶那种奇特能力的目的 如果这一次能如之前一样 那袁熙城便可一举从地级月升至天级 这般晋升速度 放眼里借自古至今 从未有哪个河道城达成 他抬眼问道 大人 他们具体有多少河道与荣道 袁熙在和和界中有一位情报能力很出色的老友 上次流光城藏在那么隐蔽的地方都能找到 这一次袁熙既然敢盯上那沉双河道城 肯定是有一些把握的 所以他必然知道对方的真实底蕴 沉双有河道五位 荣道的话 最少两百 之所以盯上沉双 就是因为放眼天级河道城中 他们的规模算是比较小的 也容易突破一些 优典已经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一座拥有五位河道 两百荣道的河道城 这叫比较容易突破 当然 对比其他更大规模的天级河道城来说 沉双确实差了些 可人家终究是天级啊 单指这个体量就不是袁熙城能抗衡的 袁熙哪来这么大幸心能打下这么一座河道城 终究是副城主 记得袁熙看重 心自认命 优典觉得自己有必要劝阻一下 但考虑自己出来乍道 这第一次行动就跟城主大人唱反调 又有些不妥 便连忙给陆叶打眼色 想让他开口 谁支着一下望去 竟见陆叶眸子发光 好像很期待的样子 大人 具体的作战方案是什么 优碟新一两 第2446章简单明了的作战方案 陆叶当然期待 五位河道 且不说他有没有机会斩杀 沉双可是有足足两百荣道的 到时候他不说杀太多 只要杀掉一些 运气不是太差的话 都能凑齐兑换孰宝的新冤壁了 如此一来 他下一步计划便可展开 聊这边暂时来看 晋升是没问题的 待他苏醒之后 陆叶就可以开始继续运养了 但根据秦峰所提供的情报来看 聊想要过这第二坎并不是简单的事 如果说第一坎和第三坎主要看聊自己的话 那这第二坎 陆叶这个主人就需要出大力 而且对比前后 第二坎需要一个涨时间的积累 其中属宝是必不可少的 陆叶很庆幸自己拥有新冤之子的身份 否则还真没这样的便利 这就代表他要杀很多敌人 收集很多新冤壁 计划就是我会将和道成驾驭制合适的位置停下 然后由本城主亲自出面挑衅 引蛇出洞 逐个急迫 再指导黄龙 优叠认真聆听 生怕错过一丝一毫 然后就发现袁熙的声音停下了 他不解地望过去 却发现袁熙已经没有要再继续的意思了 这就完了 这是什么作战方案 这不就是不管不顾直接忙过去吗 诸位意下如何 偏偏袁熙还一副很认真询问 好像会接纳旁人意见的样子 优叠忍不住 正在开口 就见对面的路夜点头道 城主大人的方案简单明了 我没意见 优叠顿时露出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 这怎么能没有意见 你应该有很大的意见才对阿叶哥哥 在斑斓中 你可不是这样无脑的人 有记得那些年彼此间的斗智斗勇 怎么到了礼界 忽然就换了个性词 果然还是大都同懂我 袁熙开心极了 既如此 优叠父城主听令 优叠连忙回神 喜身道 属下在 袁熙虽然道 我外出征战时 陈霜必然会派人来攻打本城 到时候城中一切就交给你了 你只需做到一点就行 请大人示下 等守则守弱力有不及 驾驭何道城远离即可 优叠一惊 可是大人如果本城距离你太远 那就没办法给你带来实力上的增幅了 无妨 就算没有本城的增幅 他们想要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优叠张张嘴 不知该怎么劝说 也只能领命 大都同 袁熙又看向陆叶 在 以 刺激而动 明白 陆叶点头应下 袁熙对他明显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上一次攻打流光 他可是亲眼见过陆叶的凶残 自己挥下的大都同 根本不能以寻常荣道来看待 如果只让他留守城中协助防守的话 那绝对是一种浪费 所以袁熙根本不安排他具体的任务 那就这么定了 各自早做准备吧 袁熙一挥手 从意识听离开 又叠扯陆叶就回了大都同府 一路上都在嘀咕太儿戏了云云 且不说袁熙说的作战方案简陋的不知让人如何说起 就说陆叶 居然还站在袁熙那一边 他实在不知道陆叶到底是怎么想的 叶哥哥 我们得再想一个具体点的作战方案才行 大都同府 优叠一脸严肃地望着陆叶 既因为陆叶投靠了这边 那他就不会有什么异心 也会做好自己的分类事 城主大人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样子 当然只能自己来 陆叶漫步惊心道 你觉得所有的方案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优叠认真地想了一下 彼此的整体实力对比 陆叶汉手 是这个道理没错 整体实力当然需要顾虑 可如果其中一方有异味的实力 要远超敌人呢 优叠道 我当然知道袁熙姐姐很强 可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啊 陈双可是有五位合道的 到时候只要他们牵制住袁熙姐姐 我们这边可抵挡不住那么多敌人的围攻 五位没错 但袁熙打过去的话 陈双的城主势必要亲自迎战 其他合道不可能是对手 他自己单枪匹马也不可能是对手 所以大概率 他会带上一两位合道助阵 按我估算 陈双那边最少要出动三位 而且还不一定能占到上风 上次袁熙城还只是黄级而已 而刘光市地级 在只有一城实力增幅的前提下 袁熙以一敌二 其中一个刘光城主还得到了 合道城三城实力的增幅 即便如此也大战上风 如今袁熙城以市地级 袁熙可得三城实力上的增幅 莫要小看这两城 凭袁熙自身强横的实力基础 这两城增幅 比起当初的刘光城主要大得多 所以敌人若只出动两位合道 大概率不可能是他对手 最少也要三位 如此一来 陈双就只有两位合道了 其中一位肯定跟你一样要留守合道城 所以我推断 一旦战事爆发 陈双会出动一位合道 率领朱多荣道前来攻打我们 优蝶神色陈宁 老实说 我挡不住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熟悉城中的守护大阵 袁熙姐姐布置的阵法很好 强度也足够 但咱们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人手太少了 我可以保证防护大阵一个时辰内不会被破 可一个时辰后是什么情况 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时辰足够了 陆叶宽慰他 不用太担心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袁熙既有决意 我们只需好好配合 而且他也说了 如果力友不及 你先带着河道城离开 他那边你不用管 真的只能这样了 优蝶还是有些忧心忡忡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 他是真心来依附袁熙城的 如果真的一点都不在意这座河道城的话 他根本不会多操心什么 城中一切安宁 但大战前的准备事宜都已经妥当了 优蝶领着城中的朱多荣到各自入阵 随时可以激发防护大阵的威能 只可惜因为袁熙城只是地级 所以没有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道持 大阵的整体威能 完全寄托于入阵修士的支撑 这也是优蝶说自己只能坚持一个时辰的原因 因为维持大阵运转 对所有身在阵中的修士都有很大的道力消耗 只可惜当初参与新冤之子争锋的时候 陆叶得到的道力平留在了星空中 否则倒是可以先给优蝶备用 两日时间一晃而过 陆叶的耳畔边再次传来袁熙的声音 大兜筒 侧后方有一个暗哨 交给你了 下一瞬陆叶的身形便冲出了自己的大兜筒府 直朝袁熙城的侧后方略去 许多底蕴足够的河道城都会在城池周围布置暗哨 监察四方动静 陈双是天极河道城 自然是有自己暗哨的 只可惜这个暗哨隐藏得虽然不错 但在袁熙强大的实力面前 依然无所遁形 他自己不乐意以大欺小 这种事自然是要交给陆叶来做 才出源西城没多久 陆叶就看到前方一片陨石地带中 一道流光闪过 迅速朝远处掠去 显然是潜藏在这里暗哨发现自己暴露了行踪 他不清楚自己与陆叶的实力熟强熟弱 可这种情况下 有人敢单枪匹马杀过来 但凡有点尝试的都会逃跑 对方速度不慢 实力显然不弱 陆叶身上一团血雾爆开 血顿术催动 速度瞬间陡增 顿陶的暗哨有所察觉 也不知催动了什么密数 同样将速度提升了上来 但对比而言 陆叶这边无疑更快许多 呼呼间 那暗哨意识到摆脱不得 作然转身 寄出自己的盗兵 盗力挥洒 一道道数法迎头朝陆叶召来 陆叶抬手按在盘扇刀的盗兵 本能便要拔刀 忽然又想起 辽如今正在晋升的关头 不好轻易动用 免得惊扰了他 便又按耐住了 正常修士面对这样密集的攻势 必然是要先行躲避的 可如此一来 就给了敌人盾逃的空间和余地 陆叶眼下可没有要与这个修士 继续追逃的心思 他只想赶紧解决掉对方 是以面对那密集的攻势 根本就是不管不顾 整个人如一骚成风破浪的大船 直接撞了上去 他这般姿态 让对面的暗烧又惊又喜 因为他的本意就是 拖延一下陆叶的追击而已 却不想陆叶居然如此愚蠢 大家都是容道 就算实力有差距 这般局面 他可不信陆叶能安然无恙 心念一动 他也不逃了 更多更强的术法施展出来 是要趁此机会一股作气 将陆叶彻底拿下 然后只是两席后 他便感觉一股凉意 从头席到脚底板 因为那追击过来的敌人 居然硬是顶着自己密集的攻势 悍然杀了出来 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对方居然看起来毫发无损 他还以为自己眼花 因为这明显不太可能 即便敌人是一个容道巅峰 那样情况下 也不应该玩好无损才对 可事实就是如此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自己与敌人的实力差距太大 所以自己引以为傲的攻势 才没有发挥半点作用 就知道了 不兴除标凯 但是4 lord 感谢观看